家里坐不住了 上山砍柴 跟着三条尾巴 顺便找找有没有其他宝贝 树上还有橙子 派我们的猛匠去摘几个 长到这时候的橙子 特别甜 山花一开 冬去春来 发现榷菜了 下雨过后 再出几天太阳 它们就会长得很快 一个肥嘟嘟的小家伙 还有满身的毛毛 椰菜的根有20厘米左右 可以用来做椰根粉 找野味 本身是件有趣的事情 我小时候就爱往山里跑 偶尔摔摔 有助成长 还可以体会收获的快乐 今年第一餐 回家尝尝鲜 劈柴现在也是娱乐项目了 都抢着干 菊菜要焯水 不然会有苦味 腊肉下锅 干辣椒 一起翻炒 蒜 盐 鸡精 葱 极妙地搭配 家乡的山野田间 藏着无数宝贝 有幸能继续参与 它们的春秋冬夏 监装